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是自己申请自主的通过EB1A或者NIW可以直接提交I140 或者是由雇主来支持通过Perm然后办I140 然后不管哪一种都要有I140申请 一般来说你提交了I140申请 这个就是移民的申请 Immigration Petition 那你就有了移民请项 就叫Immigration Intention 那我有了这个移民请项会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跟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影响 因为你要拿到美国绿卡 早晚需要有移民请项 对吧 然后才能拿到移民的结果 首先 个人的移民请项 不影响配偶和孩子 比如140申请的是个人的 经常有人问 我申请绿卡 怎么才能带上我的配偶和孩子 一般来说分成两步 第一步140你个人申请 第二步全家移民 你如果在美国交485 或者人在美国以外 办移民签证都拿到绿卡 那么你交140阶段 是你个人的移民请项 不影响配偶和孩子 比如说我的配偶 那么还拿F签证 或者J签证 我交了移民申请 他还能不能出境 再入境 再签证 像这些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你的申请不算是他们的移民请项 没有所谓连坐 然后也不影响父母和亲属来探亲 比如说父母要来美国看望你 然后签证官问到 你的孩子在美国做什么 可能在学习 在工作 在没有绿卡身份 就是没有 已经交了申请 准备将来拿绿卡 一般来说 除非专门被问到这种情况 不需要主动的披露 然后当然你的140申请 更不算是父母或者亲属的移民请项 那么在这里 你交了140申请 不管你是否交485 在移民请项方面 对个人没有区别 所以有的人说 交了140 我要不要交485 那当然首先要看排期到 是吧 如果到了以后你可以交 那么不管你交不交 你提交了140申请 就已经有了移民请项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点 140前面我们说到是个人的 485呢 如果排期到了 那么全家如果符合条件 都可以交485申请 拿到绿卡 那么你的配偶和孩子等等 亲人 交了485 当然他们就有移民请项了 那么要不要交呢 看具体情况 根据你的背景啊 你的选择来决定 有了这个移民请项 交了140 然后呢 你说如果我现在在美国 我拿F签证身份 或者J签证身份 是学生 或者访问学者 或者OPT期间 或者博士后 会不会影响我目前的身份啊 一般来说呢 也不影响你目前的身份 你仍然可以用这些签证身份 在美国 对于所谓用这个H签证 O签证 L签证等等 在美国工作的呢 当然就更不受到影响了 可以保持现在的身份 那么现在身份要过期了 快要过期了 怎么办啊 这个呢 也可以延期 比如说你拿J签证 那么雇主给你一个新的DS2019表 你的J身份呢 就可以顺延 一般来说 那么如果你是学生 还没有毕业 你毕业呢 仍然还可以申请OPT 或者OPT呢 到期了呢 仍然还可以申请OPT的延期 这个呢 根据我们的观察 以及我们自己在生活中 工作中 认识的人 有的同事 也都有这样的成功的例子 经验 有的人在提交移民申请以后 又在美国境内转身份 比如转成F2之类的身份 也成功得到批准 有的人呢 在有了移民申请以后 又办了OPT 或者OPT延期 也都得到批准 那么这是在美国境内 如果我要离开美国 到美国以外去旅行 然后呢 要在海外重新签这个F签证 或者这签证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个会有影响 因为你要填一个表 叫DS160表 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那上面呢 会问到 你有没有提交移民申请 如果你已经提交了呢 那么拿到签证就会比较难了 是不是绝对拿不到呢 也不一定 一会儿我们会见不到 那么 如果你在提交了申请以后 离开美国 后来呢 过一段时间又签了访问的签证 B签证到美国 也有这样的成功的例子 那么什么样的人 更容易拿到签证呢 这个比较坦率通俗的说呢 资金多 钱多了 就容易批准 比如如果你的资产多 工资高 工作比较好 在大城市等等 一般来说呢 就会拿到签证容易一些 或者呢 你如果申请了移民 但是现在在排期中 你也可以给签证官解释 说 现在我的移民申请还在排期 我这一次到美国呢 并不打算这一次 马上就定居下来 完成绿卡申请 这一次只是短期访问 那么这样也有可能能够拿到 具体有多大的几率呢 一样 这个看你的工作情话 资产 工资等等 这是说到F啊 J啊 B签证等等 如果是拿H签证 O签证 L签证等等呢 你可以出境 再重新申请 应当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签证呢 一般都是Dual Purpose 是允许有移民倾向的 那么H和L当然没有问题 O签证呢 有人说到 法规讲得比较模糊 那么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 观察 经历 我们自己律所的同事 拿O签证的 然后呢 离开美国到中国 重新申请新的O签证 这个时候呢 140申请已经交了 也已经批了 肯定是有移民倾向 也并没有影响 O签证的批准 那么有人说到呢 说 这些签证 这不上面写的都是非移民签证吗 那我有移民倾向 这不就有冲突了吗 为什么叫非移民签证呢 因为另外有一种叫移民签证 如果看到我们其他的视频 比如说我办绿卡 但是我人在中国呀 是吧 那么最后这个 拿到绿卡以前呢 我会得到 颁发一张移民签证 持这个移民签证 进入美国 然后呢 就可以领取绿卡 这个叫移民签证 除了这个以外 都叫非移民签证 那么H、L、O、F、J、B等等 这些签证 都叫非移民签证 就是说 你这个签证呢 并不直接 能让你完成移民 所以这个是非移民签证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手里拿着非移民签证 就不能申请移民 那有的人说 那我当初签证的时候 比如我到美国上学 是吧 那个时候呢 我要表明我的意向 说并不准备在美国长期定居 这个冲突怎么解释呢 这一点呢 是这样的 那你申请的时候 当你进入美国 然后呢 再申请绿卡 一般来说呢 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中间可能间隔了有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事过境迁 是吧 情况改变 意向改变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美国政府这个法律 为什么提供这个OPT实习吗 就是毕业以后 在美国可以实习工作 以前表示的是当时的意向 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意向改变 显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知道有无数的 曾经拿F签证 进入美国的人 后来呢 又申请了绿卡 拿到绿卡 都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对这个移民倾向的 一些解释 澄清 因为呢 经常有人会有这样的顾虑 或者问我们说 我这样做那样做 会不会就有了移民倾向啊 甚至我开始准备 不是就有了呀 那当然是没有的 因为你只有提交了才算 对吧 你在准备这个事情并不算 所以呢 考虑到这些 那么申请人呢 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早申请绿卡 尤其是在目前的排期情况下 比如有的访问学者 博士后 或者是其他从海外来到美国的人 那么来的时间不久以后呢 他可能就符合了 NIW的要求 我们建议这样的申请人 考虑早提交NIW申请 这样呢 你就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就可以相对的较早的拿到绿卡 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 有了移民倾向会怎么样 那么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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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